欢迎收看解锁人生大小事 大家好我是芷安 那我想从ETF之后呢 我发觉全台湾的国民都在封所谓的投资理财 那我觉得投资理财固然重要 可是投资理财之前 你一定要正确的投资理财官 你才知道要如何去身体力行 那今天这位超级大来宾真的很了不起 他应该是目前我在做媒体这么多年当中 第一次听到不到40岁 他就财富自由 赶紧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超级大来宾 欢迎一下超马芭蜡王仲宁 王老师 芷安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超马芭蜡 老师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因为我们常做节目 然后你每天做很多很多功课 那发现很多人可能到50几岁 60几岁才财富自由 才所谓的退休 我去查过你的资料 我发觉你38岁 你就可以完全财富自由 就离开职场 可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先请教老师 当初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 会让你想要做投资理财这个动作 应该是这么讲 38岁就已经得罪老板了 所以说我只好离开了 对不对 像不像其他人 像你们这种就是会说话 也会做事 所以说老板愿意持续的欢迎 我们没办法 我们就只好离开了 对啊 可是问题是离开打牌匠 就是两个字带肿 因为我们也想离开 好老板你希望 我希望你们不要看到这一集 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 你先不用去假设 说好像我们的人生第一把 好像就好像很厉害 好像我们也是少年股神 我们基本上是第一把 是叫少年温神的 因为在第一次操作来讲 但我们还没有什么经验 我那时候也还没有进金融圈 所以说当时只是在退伍以后 然后学长他当然比我比较早退伍 那学长当时在跟我推进个股 他推荐的也不是阿萨布鲁个股 他推荐联电 联电 他那时候来讲联电那时候只有60块 我想说60块对我来讲 就是一张6万块钱 我就觉得很拼命 因为我们真的没什么钱 所以说我是一直在犹豫中 但是学长是说 你真的说实在的 如果说你的人要翻身 他讲的非常 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 他说台湾金元双雄 他说你有没有听过 我说有 我说一个是不是叫做台积电 一个叫做联电 他说你看台积电都已经这一两百块 那金元双雄第二名就算输第一名 也不会输这么多 他讲的是说 你有没有看过班上考试 第一名跟第二名 第一名98分 第二名只有40分的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第二名是不是大概也还有八九十分 所以他就说联电被低估 你怎么听都有道理 那我就说60块我只能买两张 他就说你想办法能够去凑一凑 都买几张 那我就说那我抽不出来 那这我学长买的比我多 甚至他到后来还用所谓的融资交易去买 但是到后来讲话就我60块进场 我是30块出场的 不是赔钱的吗 当然赔钱 所以说我刚才讲 人家是少年股神 我是少年温神 所以说我的第一把的交易来讲 就直接是亏了一半出来 但是我也没有恨我的学长 因为他快死了 真的还假的 融资交易 你想想看他从60块到30块 他中间又补了几次 然后就是到最后来讲话 就是当他被断头 然后他的状况比你还惨的时候 你就突然发现 我们好歹还剩下一点点的 所谓的残根 那他是啥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你也不好意思去怪他 但是也因为有过这个经验之后 都想说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在这一块来讲就是 虽然是很希望钱滚钱 但是钱滚钱跟把钱丢到水里面去 只是一线资格 刚才一开始有讲 就是你可以封不同类型的投资的方式 但是你一定要先让自己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或者是原则甚至底子 你学好了之后 你再去做这个动作 你会比较踏实一点点 而不是说听说 不管是听谁说 你总是需要说 你就知道说听说 我也知道学长不是故意坑我的 但是他也是千百个不愿意 那我想说好不能怪他 一来他比我惨 二来是我自己不认真 你愿不得认 就是这是一开始的一个起点 但是我没有 我并没有因此就开始就觉得 以后投资不要碰 有些人是不是第一把投资不顺 就吓到了 这辈子再也不碰这件事情 你被保固一次 以后再也不跟回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还不至于就说 我如果有机会可以好好的研究 我还是期待在这个地方 能够有点进步的 当时是这么想的 那好那你既然当初已经可以算是 所谓对半腰斩了 那你怎么会还想要再继续下去 那动力呢 那动力来讲 我觉得是老天爷安排的吧 因为我刚开始就是在台北工作 因为我是南部的小朋友 那我们上来台北的时候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 树化公司担任就是所谓的普通的小员工 但是当时我们的那一家的公司 后来变成地雷股 但是在当时来讲的话的封号 叫做北台塑中大营南奇美 在这个部分来讲 各位如果你去Google 你可以看到你假如Google大营 下面大概就会跟三个字叫地雷股 但是问题是他在地雷股之前我先进去了 然后进去之后来讲的话也是刚好是阴错阳差 就是当他在云端的时候我刚好进去 进去没有半年他从云端滴到地狱里面去 然后我只是刚好在里面我就不走 在里面去学很多的东西 然后学了之后来讲的话就是 本来就觉得在投资理财这一块 是我们一辈子都有可能会接触到的东西 然后又在刚好在那个情境之下 你就会很好奇是说曾经 当时的大营集团有三党 就是所谓的相关的个股 大营 异星跟盐营也是跟股票有关 然后在财务报表会计师也是写的跟真的一样 但是后来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就突然觉得说哇 这个在外面可能学不到 所以说我就在那边 只要公司还有发给我薪水 我就继续在那边留着 我大概熬了两年 熬了两年 然后公司里面的人全部都走光光了 财务部 那时候我是在财务部里面 财务部里面本来大概有六十几个人 大概出事情之后只剩下三个人 一个是我 一个是出纳 一个是世纪亚伯 然后就莫名其妙 那当然你说像总裁或者是总监 他们就又需要做很多的 就是什么东西要用的时候来讲 他们就到财务部来找人 那这三个人你觉得会是谁出来 然后他们就问说你们谁愿意 然后我就说我来好了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来讲 就是你早上在公司上班 下了班之后来讲 再到会计师事务所那边 因为地雷股公司基本上是欠钱 到处欠钱 所以说我们也欠会计师事务所的钱 但是我们要出报表 所以我们就等于晚上我再到会计师事务那边去工作 在那边被炸了 基本上就是应该说要压缩 你压缩了一年多时间来讲 你会发现武侠小说的事情成真了 你突然在那短时间之内 就是外面学不到的东西 跟外面学到的 但是实际应用的东西 你突然发现你好像在他的时间压缩到一个极致 甚至压缩到 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我们有三档个股 他的流程是他本来是上市 然后最后就变成全额交割 对 变成全额交割之后 他必须再打到所谓的上柜里面 有个叫做八气系列的管理股票 在这个流程 并不是你说说就可以你要写报告 每一档个股你要写六箱报告 六箱一箱都大概是水果行的那种大的箱子 每一档个股要六箱 六箱每一箱里面的一箱 大概都有六个卷宗甲 就是我一个人搞完这些事情 你就突然发现你的功力大增 就打通任督二脉的功力 不是任督 我们的头尾都打通了这样子 就你会觉得说 原来就 甚至你在看很多的报表 包括我们在看国际 因为我们当时也会有公司是在奥地利 所以说我们也有大陆跟奥地利 就是那种国际的账 就是你发现东转西转 甚至所谓的漏开 虚发票 用假发票报告上 你在当时看都看不出来 但你事后再对很多东西 你就发现 原来 来说一家地雷股的公司 会有这种的状况 那你在后来 就是这些东西 有注意到后来 就是我后来进了金融圈 之后来讲 好像看到 譬如像亚新跟博达 在当时他们还没有成为地雷股之前 那我们来看 我就会跟老板说 我说这两百个股千万不要碰 因为它一定是地雷股 所以等于说 基本上你是都学会 看财务报表之后 其实你就发觉 你会筛选每一家个股 等于帮他们做见解的概念 有一点点这种概念 来讲话 而且当你说踏入 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很 在被压缩的学习 然后在另外一个叫做 所谓的真的是因缘忌惠 就是当时因为公司 地雷股 然后在台湾 几乎所有的银行 大概我们都欠他们钱 当时我还记得只有两家 我没有欠 一间是泰国的盘古银行 一间是日本的瑞税银行 我们只有这两家 我们公司没欠他钱 你放眼望去 连信用合作社 跟淡水信用 我们都欠他钱 所以说来讲 在这种情况常常是有 那银行团 就派人到公司来开会 美其名叫做开会 实际上就是来干掉的 然后那时候来讲 就是总裁也出去 然后副总裁也出去 然后厂长都出去 都没有人 那就是我出去 那我出去来讲 就是在大会议室 可能有100多人大会议室 然后就发现 债权银行团 那时候是以交通银行 现在叫做造风银行 他们的就是联手的 那个叫做债权银行团 就来这边 然后就我在那边跟他们应对 美其名叫做应对 事实上在吵架 然后我的认知 跟他们的认知 来开始去做一些讨论 导致他们也认识我 认识我之后 然后等到我后来离职之后来讲 他们讲说 诶 众银行如果是说 就是我们这边有什么东西 就是银行里面的部门 不管是风控的部门 或者是说在投信里面的部门 或者是说在就是在 证券自营部的部门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那我本来讲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去证券部好了 去证券部 因为这个跟直接的投资操作 下单有比较大的关系 我觉得这边应该会更有趣一点点 是这样子才一路一路转到这边来的 哦 所以你后来就转到证券部门去了 对啊后来就到国票 到国票 对 因为我记得就巴拉老师来讲的话 他曾经担任过 应该是国票金的操盘手 对不对 从基础的叫做研究员到 都产业研究员 跟总体经济研究员 那才慢慢的进入到 比如说储备的操盘人 嗯 最后才进入到操盘手机 那所谓国票金来讲的话 应该他是所谓的自营商 那我觉得这一份经历 对我而言 我在看老师当初的经历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因为每次我们看很多财经节目 我觉得很多节目都教大家说 哦 你要去看三大法人 他们的怎么操作进出 那最常被他拿出来讲 就是可能外资跟投信 那我永远都不知道 自营商到底在干嘛 所以我想再请教老师 你可不可以教我们 然后就到底自营商他们每天的进出 有没有什么样的美感 或者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们看出一点端倪 对自营商来讲 他跟外资跟投信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我们就讲大家比较耳熟能详 叫投信 投信基本上等于是我们的 就是一般老百姓的钱 就是给他 对 然后他就去做各国的操作 对 然后他反映他的净值上面 所以对他来讲 就等于是今天 我们假设今天 如果这一档的投信 他在300块买了台积电 现在700块赚了400块 他把它卖掉 是不是公司大赚 对 但是对公司没有帮助 怎么说 因为对他来讲 就是投资人看的是 我要看你的基金的净值往上走 你卖掉之后来讲 是不是在你卖掉 你有获利 你最好再转进到别的商品去 所以说 今天对投信的基金基金人来讲话 他就算是低进高出了某些个股 但是那个东西 卖掉的获利 并不属于投信本身 那个不是投信的获利 所以说投信本身 他并不会因为是说 基金今天基金经理人 你卖了一档个股 赚了3亿 代表我公司获利3亿 这个不一样 但是在自营部 这个就是答案 就等于是今天我们是拿的 等于是在证券部门有一笔资金 这笔资金拿以自营部的操办 我们是拿这笔资金去赚钱 如果说今天假设我买了一档股票 也是一样低进高出 只要我还没卖掉 公司是不是还没获利 我没卖掉公司没获利 我们就没有奖金 因为未实现利益 对 所以说在过程中就变成是 我们每一季都会去结算一次 在这一季你的操作绩效 一个叫做未实现的操作绩效 这个跟奖金无关 另外一个是你实现了多少 以你实现的 那就代表是说你帮公司赚到了多少钱 那我就根据这个部分来给你奖金 这个是所有的自营部的操办 最计较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到底当初那时候你在自营部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可以教我们大家 到底自营部他们的操作 我们可不可以跟随 还是说我们要小心呢 基本上如果说要跟的话 我们先从一个大概念就是 如果有某一档个股 它是属于就是不管是三大法人 包括自营商 如果它是属于那种长期持有的 你可以先不用看它 理由很简单 当今天我长期持有一档个股 我什么时候让它发动 其实我没有时间的压力 譬如我从2010年开始 我就一直长期的持有这一档的个股 我一直持有到2022年2023年了 就是可能涨跌 股价的涨跌很明显 对不对 但是如果它是我的长期持有 什么时候自营部的能要让它发动 其实它不一定有迫切的压力 所以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要追自营来讲的话 投信称之为叫做作账 作账只是我只要想办法 把投资人的钱投入到股市 把股价推高一点点 我的净值就上去 净值上去就是我基金经理人的绩效了 他要不要卖掉它不重要 但是对于所谓的自营部来讲的话 我不但要把股价推上去 我还得把它卖掉 卖掉才叫做所谓的我的获利 所以说来讲二分法 第一个长期持有的你先不要看 在这边你看看振兴 基本上你看到21 你大概知道它是哪一种族群 对不对 你会知道在前面的自营商 可以看到就是红柱跟绿柱 这代表它的进进出出 你会发现在前面那段时间 即便股价涨成这样子 它有没有在追 也没有 那股价跌 它在这边有没有所谓的逢低加码的感觉 也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自营部对它不太理它 就是这已经好一段时间都不理它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突然在某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点通常是在每一季的季底 到下一季的季初 就像说像现在是3月 对不对 3月底到4月初的这段时间 就是我们自营部的操板人 布局的时间点 就等于说 这些个股你说 在我前面都不买的情况之下 我有没有打算把它当成长期持股 没有 就等于说 那我现在再看看前面这边我都不买 这边不是更便宜吗 我为什么不买 对啊 一直等到这个时间 你在跌的时候 你涨我也买 你跌也有买 你跌的越重 我买的越多 对 因为什么 就从这个地方 你大概就可以感觉出来 它不是长期持有的选择标的 它摆明就是为了在一季之内 我短期间想把它推上去 要准备把它卖掉做加差的 哦 那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跟投信不一样 投信反而是它布局的话 我们至少可以跟随个几记 可是如果是自营上的话 你的意思照你所讲 它推上去 其实是应该是为了获利了结吧 对 因为这个图 基本上好像是大概是前两天就给子安的 所以说基本上 从这边再下 比如说长也买 跌也买 跌的越深 买的越多 你在这边大概可以看 如果我相信各位 你以肉眼看 那你们发现在边连续都将近是 出料了 超过两个礼拜的交易日 对 它是不是天天都在买 对 而且越跌买越多 你大概也可以算得出 它的成本大概在多少 你大概以它的成本 大概抓15%以上 你可以开始获利调节了 那就等于说 从这边一路往上走来讲 如果在这边 你这边抓的成本 大概是在42-43左右 那基本上42-43 你大概知道48左右 到这个位置已经到48 基本上以自营部的操盘人来讲 我们已经开始获利调节了 因为我们手上的张数 不是一张两张 就是我们不会等到它真的出事 那是一种超多的逻辑 就是我没有要长期持股 各位一定要记得 我不是为了长期持股 而是因为我只是想是在一个相对短 也不是三天两天 大概一季 来去做一次的 就是我把某些个股去把它推上去 推上去不是为了价格而已 我是我要卖掉它 卖掉它公司才能获利 对 公司获利我才会有奖金 所以说在前面买不行 一定是在刚刚好 我们讲说在每一季的季底 到隔季的季出单 就像我们这边 三月底 四月初旬 甚至到四月中旬 大概都还可以 除了突然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自营有在锁它 自营一锁它之后来讲话 然后你也不要想说 它大概会就是会做到多少钱 你把它在这一段时间的长期 这一段集中时间的持有 你大概算得出它的成本 成本来讲的话 你大概是抓获利15%以上 你可以开始获利的调节 到三成你可以全部打完收工 因为对我们来讲 刚刚是不是有强调一点 我们不是为了长期持有 所以说我们在短线买 通常在这一段过程中 自营商的累计量 大致上大概都是从1万张开始起跳 那1万张起跳来讲 只要1张可以让我们赚个几块钱 那基本上公司这一季的获利 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们大概可以领到多少奖金 这是自营部很特殊的一种 就是我不是为了长期 自营部有自营部的长期布局标的 像这种就不是 但是这种才值得我们去追 对一般投资人来讲 这种东西我要不要 比如说我这振兴 要不要摆到满天星 你觉得不需要 因为它在一个月之内 这个是为了等于是第一季 第一季到3月31号结算的时候来讲的话 我们就得结算 振兴它的价格 我们出在哪里 所以说如果是以这种相对 不算是极短线 但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来讲的话 你会知道在每一季 都应该会有这种获利的机会 现在当然也是 看前面的状况 是不是也是很神思 就是这边跌的时候呢 它不买 这边跌的时候买了一点点 但后来把它慢掉 但是也是又是到 所谓的季底到又到1月份 可是每一季的季出的时候 你发现它开始在买了 对 见鬼了 你有没有发现见鬼了 前面莫名其妙 如果你真的认同 我们讲说自营部 它认同这档个股 在这边不是前面比较便宜吗 基本面我们也不假设 它三天两头就会改掉 代表说 如果你真是觉得 它是一个长期持有的标的 你低档不买 追高你也不追 突然在这段过程中 你突然在这边连续性的大买 以后就会这样说 有猫腻在里面 就代表是说自营部门 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家 自营部的超买人 我们大概已经商量好了 大概会有某一些 就是我们会集中 我们准备要做它 把他一直常常提醒各位 就是不是做长期 对 不要想是说这个东西 它不是买的白的 到后面 涨上来之后来讲 这一山还有一山高 一直在往高点响 请不要 你在这段过程中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持续的加码 对 然后你也知道它的成本 大概可以算得出来 然后算得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 一样假设 因为它是在相对低点 是买的最多 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 大概是在30块上下 30块你想获利15% 是不是等于是4块半 对 也许在你们看到节目的时候来讲 自营部已经开始在调节了 所以等于说 基本上只要收看我们节目 观众朋友你要记得 不是这个数字 是一个逻辑 就是说定商跟投信的逻辑不一样 自营商可能会慢慢买 可是他不见得会把它当成所谓实现利益 他们要的是账面上的净值 可是自营商来讲的话 观众朋友们你只要注意到 之前可能某一档股票 自营商可能有一搭没一搭 就爱理不理 后来当他在寄出的时候 他开始买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他不是要真的把它放长久 他反而是买到差不多的时候 拉高是为了出货的 拉高的时候就出货 所以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自己去算一下说 大约自营商他们成本是多少 大约你刚刚有提到15%左右 就开始要陆续去调节了 30%就一定要全走 但是如果没有到达15% 那怎么办 那是不是代表说 我们原本是为了在这一季的做计算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在这一季 没有到达15% 甚至没有到30% 既然你是为了季底的结账 去做的规划 每一季的最后一天 你一定要打完收工 你不要变成是好像 自营商他们没有把它推成30% 他们会不会有可能把它变成是 所谓的长期持股 不要有这种假设 不要跟他拼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听到我们讲说 三成就一定要出 不是绝对的数字 而是说他到季底 不论有没有达到你们 预期的那个投资报酬 一定要走 因为他们是走短期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逻辑一定要记住 不要到时候说 老师不说三成 然后我还没到三成 我还继续持有 这是不行的